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政府两个月前通过立法 要求变性人按照出生时所注册的性别使用公册 召来了当地民众强烈的反弹 上百名市民星期一步行到州议会外头 抗议新法案充满歧视变性人的意味 也剥夺和侵犯了变性人的权益 他们希望政府一视同仁 尊重人权 废除新法 北卡罗来纳州今年3月立法颁布变性人如策法规 也就是说变性人必须根据自己原本的性别使用公册 成为全美第一个推出如策新规则的州属 新法案一通过就招来人权组织 以及支持和维护变性人权益市民的他罚声浪 认为这严重侵犯了变性人的基本人权和隐私权 大错特错 上百名示威者星期一高举着牌子和布条 喊着口号 步行到州议会的外头提成备忘录 希望助政府深思熟虑 废除新法 另外在美国纽约的另一场集会 则是为了声援穆斯林移民而办的 随着伊斯兰神全国恐怖组织 不断在全球发动血腥袭击 加上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特朗普 煽风点火 主张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 引起穆斯林移民的不满 纽约一个穆斯林村庄的民众 星期一骑着重型机车 挥着美国的旗帜环绕村庄一圈 希望传播和平的讯息 沿途也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 穆斯林移民认为恐怖主义固然可怕 但是极端民族思想和狭隘的道德观点 同样足以制造对立 让外来移民惶惶不可终致